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今天也是讲解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最后一堂了 那今天的主题是 阿弥陀佛的慈悲方便 我先把相关的经句法语读送一遍好了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第十八愿 赦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自信信乐 欲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 上次是讲到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 但是 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讲完 就是说 如果有众生真的犯了无逆 那念佛到底能不能得度呢 因为在无量寿经 明明就说为除无逆 就是把无逆的众生给除掉了 但是在观经 佛又说 无逆的众生念佛也能灭罪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 不管佛在无量寿经讲无逆 识恶不能亡生 还是在观经讲能够亡生 这些都是在凸显阿弥陀佛的大慈悲而已 讲能 讲不能 其实都是在慈悲众生 都没有错的 为什么 少大师说 这是属于意志和摄取的慈悲 就是说 阿弥陀佛在不同的环境 会显示不同的慈悲 其实都是一样的 无非都是为了慈悲我们众生 是为我们好的 毫无疑问 佛在观经 讲无逆十恶的众生 念佛能够蒙受阿弥陀佛加持消夜 得生净土 但是 为什么呢 在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却说 为除逆诽谤正法呢 那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有人问过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就有回答 我先读一遍 善导大师就说 其实阿弥陀佛不是说完全不救那五逆办法的人 就是说现在就算是五逆办法的人 肯回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阿弥陀佛照样会救度 只是说 五逆跟办法的罪业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有众生造了这个五逆办法的罪 他的果报是阿弥陀余的 我们看 五逆办法可以说是世间最严重的罪 这个五逆就是 不只对我们恩德最大的父母 把他们给伤害了 连佛门的圣人也要杀害 甚至对佛陀都会起这个诚恨心 想要伤害 这些罪不要说是古代不能接受 连现代的我们讲人情法律都是不会允许的 是啊 如果有人这样子恶心 伤害父母 伤害圣人 还是破坏佛门 这个基本上是天地不容的 尤其讲到诽谤佛法是最为严重的 因为佛法是拿来救度众生的 结果故意阻碍讲佛法的坏话 让大众对三宝失去信心 这样是破坏众生的善根 把人家得度的路给砍断了 所以 伍逆邦法本来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它不是一般的小事 众生也是受伤最严重的 完全是心里扭曲的人才能够做得出来的 所以 伍逆邦法的果报就是很惊人的 伍逆邦法的人是直接堕入阿比地狱的 什么叫做阿比地狱呢? 阿比地狱也被称为是无间地狱 无间就是没有间断的意识 什么没有间断呢? 简单来说 就是受苦没有间断 像在阿比地狱里面 时间是不会间断的 时无间 不像现代的人 现代的人上半五天 周末休息两天 但是阿比地狱是没有装断的 时时刻刻都是在这个地狱 而且受苦的身体也是无间的 就是行无间 就是说 就算它长得矮矮的 瘦瘦的 才三四十公斤 但是掉在阿比地狱 也是跟整个阿比地狱一样的大 就是阿比地狱每一个角落都是在受苦 都有它的一份 不像我们这个地球 在我们这里 如果说今天远在美国发生灾难 我们这里就会没事 但是在阿比地狱 不管是哪一个角落 受罚受灾难 也是直接刺到我们的身体 还有这个受苦无间 就是说 阿比地狱就只有一个苦字 我们现在身为人 虽然有时候很痛苦 但是还是会有快乐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阿比地狱 永远只有苦 没有了 也不要以为说 地狱的苦 是我们现在普普通通的苦 地狱的苦 那是不得了的 佛有说过一个比喻 就好像现在有人拿一把剑 一直刺我们身体 刺三百次 那请问大家 这个痛不痛呢? 这当然痛啊 随便被隔一下 就哇哇叫了 更不用说被刺个三百次的 但是佛说 这个三百次的痛 比起地狱的痛还是一点点而已 所以地狱的痛苦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有些阿罗汉回忆起地狱的苦 还会吓到流血汗 因为太恐怖了 所以说 这个人造业的时候什么都不管 自己爱讲爱做什么 就讲什么做什么 结果果报来的时候就知道死字是怎么写了 而且阿比地狱是不看这个身份的 是去国无间 我们今天再有钱 长得再帅 再漂亮 平常讲话的时候再大声 很多人给你鼓掌 但是一旦是造业 是直接掉落阿比地狱 是没有情可以讲的 王帝也好 也是直接掉下去 而且最后一个更可怕的是命无间 就是说在阿比地狱的命是无量的 世间人每次看到人痛苦死掉的时候 就会说 哎哟 他解脱了 但是阿比地狱不是这样子的 阿比地狱被折磨到死的时候 马上又在复活 复活了又在被折磨 所以明白为什么叫做无间地狱了吗? 就是被折磨到没有间断的 所以才叫做无间地狱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的 这不是说有人给我们惩罚 而是这个武力办法是非常心理扭曲的 所以才会感到这么恐怖的地狱 就好像说你看了这个恐怖电影 你虽然晚上做噩梦一样 但是阿比地狱的噩梦基本上是不会行的 不要讲堕入阿比地狱这么恐怖 我们讲犯了一个无逆办法的人 很多人在这一身现世报就起来了 可能就会不断断生起奇怪的病 或者变成疯子的也有 现世报就是很严重 所以少老大师才说 就因为无逆办法是最严重的业 是伤害众生最严重的事情 也是会感召最可怕的地狱 所以阿弥陀佛才会说 围处无逆诽谤正法 其他业章还是小小的都可以缓一缓 但是无逆办法阿比地狱的业障太恐怖了 所以阿弥陀佛就希望我众生 就算念佛了 也不要去犯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众生我们讲都是糊涂的嘛 你讲了未必能够挺得进去吗 是不是各位 我们今天跟人家讲佛法 讲了一次两次 他就能够挺得进去吗 你看看你家人就知道了 有些妈妈那个家人讲了一辈子 家人还是那样 我也到处去很想出家 但是出家的人数还是很少而已 就讲了不一定会听的 甚至凡夫众生我们讲都是烦恼习气深重的 就算平常学佛看起来好好的 但是我们讲这个情绪一来 脾气比普通人还要更坏 这时候佛法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像当初的提波达多 善心比丘 还是跟着佛陀和多年的 但是最后还是犯了忤逆罪 所以不一定是说佛说了 众生就不会犯的 佛讲不要造忤逆办法 还是会有人造这个忤逆办法 像佛讲讲完这个《无量寿经》过后就发生了观经的因缘 就是阿舍世王受到提波达多的影响 把自己的爸爸给害死 也间接破坏佛法 伤害佛陀 这个就是忤逆罪了 所以虽然在《无量寿经》确实讲了为处忤逆诽谤正法 但是到了观经的时候 还是发生了忤逆办法的事情 这样对慈悲的阿弥陀佛来说 还是会摄取往生净土的 所以佛在这个观经的时候 反而说忤逆的众生 其实也能够被阿弥陀佛救度 善导大师就解释 其忤逆已作 不可舍令流转 还发大悲 摄取往生 然办法之罪未为 又此言 若起办法 即不得生 此就为造业而结业 若造还设得生 就是说还没有造五逆之前 佛会说不要犯五逆 五逆是不能往生的 但是对于说已经造了五逆的 阿弥陀佛还是会发起大慈悲心 摄取救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无量寿经》过后的观经 佛就说五逆十二念佛 照样可以往生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原因 就因为阿弥陀佛慈悲 所以先说 五逆办法的人不能往生 就希望说我们众生 不要犯下这么严重的罪 但是就算过后 是糊涂犯罪 阿弥陀佛还是慈悲设受 所以刚才才说 虽然看起来是矛盾 其实想生一层 无非都是阿弥陀佛的慈悲 就好像说 爸爸妈妈对孩子就是这样 有时候父母骂孩子 会骂到很凶 但是这些凶 其实也只是为了孩子好而已 就希望警惕孩子 不要做会伤害自己的事情 像妈妈有时候会讲 你再有些孩子不给你吃饭 不给你进门 你再坏蛋就报警 把你警察给抓去 小时候大概听 这个孩子听妈妈都会这么讲的 但是每次还不是这样 饭出来以后 妈妈还是会煮饭给我们吃吗 还是会给我们回家的啦 所以妈妈一开始 讲并不是妄语 而是一种慈悲的语言 就希望说孩子不要捣蛋 以免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阿弥陀佛也是这样 先说 无逆办法的人不救 是为了警惕我们 要我们注意 这个是最严重的罪 是伤害自己跟大众最深的 业报也可以说是最凶的 所以不要去犯 如果犯了 阿弥陀佛就不救 这是一种一开始慈悲的警惕 但是真的 万一有一天 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发生了还肯回头念佛 阿弥陀佛还是照样摄取不舍的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了 也因为这样 我以前常说 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想不合理的 往往想到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像呢 为什么说无逆办法的要救 为什么说阿弥陀佛的众生 也不舍弃 就因为慈悲吗 阿弥陀佛看我们众生 就好像看到他父母一样 就好像心头上的一块肉 那我们在这个大危险 大痛苦当中 需要他的时候 那佛怎么会不救呢 各位如果说 今天我们的手流血了 我们会不会去不管他 当然不会的嘛 甚至自己身体的手 怎么会不管呢 当然会救的 是不是 所以佛才说 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 不舍一人 其实我们不要觉得说 这不公平不合理的 既然佛们是慈悲的 既然想发菩提心 救度众生 那哪里还有看公平不公平的 佛法不是法庭 佛法是救人的 要知道犯下无逆的人 阿弥陀佛的众生 也可能是我们过去的父母 过去的亲人 现在看到阿弥陀佛能够救他的话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感到欢喜吗 各位如果说 我们自己的父母掉在阿弥陀佛 受无量无边的痛苦的话 现在竟然可以因为念佛 被阿弥陀佛救度到最美好的极乐世界 那请问这个事情好不好呢 当然好啊 甚至我们讲感动都要掉眼泪了 那这样呢 哪里还会再谈什么不公平不合理的呢 讲太多公平合理啊 这样往往都忘记阿弥陀佛的本质 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所以佛法有时候要理解不容易 因为佛法有时候它是超越文字的 所以佛也说过要依意不依语 就是说要看到佛经文字背后佛心的含义 而不是单单执着在经文文字上面而已 像有些人看到《无量寿经》讲 围处无逆诽谤正法 就坚持说无逆方法的人一定不能够往生 但是他就忘记了依意不依语 佛讲围处无逆方法也是一时慈悲的意思 是一种慈悲的劝告 要我们小心不要犯到这些大恶业 但是万一有一天造业了 阿弥陀佛还是会慈悲的说 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还是可以得到我的救度 效八十一节的生死之罪 能够往生净土的 这就是上导大师所讲的 未造方便直言 若造还设得身 没有造之前 方便慈悲劝阻一下 但是造了还是会摄取不舍 这完全是体现出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是超越文字的表面意识的 所以要理解佛经 还是得从全面性来理解 最好就是有菩萨祖师传承的解释 要不然我们可能都被这个经文给卡住了 像佛所讲的 依文解义三世佛愿 但从文字来理解都说 佛都喊愿望 所以我现在把历代有关 无逆办法能够往生净土的经句法语 读一遍好了 观无量寿经 或有众生 做不善业 无逆时恶 具足不善 如此于人 以恶业故 应堕恶道 经历多劫 受苦无穷 如此于人 称南无阿弥陀佛 称佛命故 于念念中 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命中之时 渐经莲花 犹如日轮 住其人前 如一念请 极乐往生 极乐世界 三宝感应 要月禄 若人造多罪 应堕地狱中 才闻弥陀明 门火为清凉 善导祖师 以佛愿力 无逆时恶 罪灭得生 办法惨题 回心接网 办法惨题行时恶 回心念佛 罪接触 历见解释弥陀号 一生成念 罪接触 一切凡夫 不问罪佛多少 十节久境 但能上进百年 夏至一日七日 一心专念 弥陀明号 定得往生 必无一也 人天善恶 皆得往生 道比无书 其同不退 法造大师 不解破戒 最根深 但使回心 多念佛 能令瓦力 便曾经 神安大师 虚信弥陀愿力 深重 尚不弃 五逆时恶 阴光大师 五逆时恶 将堕地狱 欲善之士 交以念佛 或满时身 或止数身 随即命中 尚得往生 观经所说 何可不幸 五逆时恶 将堕地狱 之恶众生 皆成弥陀 皆引之力 皆为 净土所设之机 可见法门广大 了无弃物 佛愿红身 等世众生 莫以 我是 业力凡夫 何能以 少时念佛 便可出离 生时 往生西方 当之佛大慈悲 即十恶 无逆之 即重罪人 灵中 地狱之相 已现 若有善之士 交以念佛 或念时身 或止益身 亦得 蒙佛皆引 往生西方 此种人 念此几句 上等往生 又何得以 业力众 念佛数少 而生于乎 所以很明显的 经典跟历代祖师 历代的大德 都说 无逆的众生 都能够念佛得度 所以佛在无量寿经 第十八月说 为处无逆诽谤正法 只是一时的方便而已 是为了我们众生 不要犯到这个无逆 毕竟这个无逆 虽然太严重了 但是如果说 遇到有些众生 还是犯了无逆 可念佛的话 阿弥陀佛还是会救度我们的 所以在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第十八月里面 就特别把 为处无逆诽谤正法 上次有说过 阿弥陀佛其他四十七月 到不取证诀就结束了 但是偏偏第十八月 在不取证诀后面 又有多 为处无逆诽谤正法的八个字 就只有第十八月有的 其他是没有的 就感觉说 为处无逆诽谤正法 好像多下出来的 其实这样就可以看得出 为处无逆诽谤正法 其实只是阿弥陀佛 一时的慈悲方便而已 并不是说 真的永远把这个无逆的众生 给排除掉 如果说 今天无逆的众生 正能够念佛的话 那就像观青所讲的 阿弥陀佛照样会救度的就是 这个我们要弄清楚 要不然整天讲 排除无逆的众生 讲到阿弥陀佛 好像很残忍一样 竟然还会舍弃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 是大慈大悲 无条件救度众生才是 一切的众生 不管是哪一位众生 只要是有念佛的话 都会被阿弥陀佛救度的 所以 在五量寿经最后的 流通副主文 佛就有交代了 我读一遍 佛告弥勒 其有德文 彼佛名号 欢喜永悦乃至一念 当之此人 为得大力 则是具足无上功德 就是在五量寿经 要结束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 就是告诉弥勒菩萨说 弥勒菩萨 你要知道 如果有哪个众生 听闻到 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来念佛的话 就算最后 他只有念个一声 要知道这样子的众生 就会得到大力 而且是具足无上的功德 真的是 我们讲大功德大力 因为连忤逆办法的众生 念佛都能够解脱 那怎么可能 不是大功德大力呢 这是释迦摩尼佛 最后的交代 各位看清楚 佛什么都没有交代 就只有交代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而已 因为 或许有人 听了这么多堂课 会有疑惑说 师父 无量寿经明明 除了讲念佛 也有讲其他的 修诸功德 发菩提心 但是为什么偏偏 要讲念佛而已呢 很简单 那些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并不是佛交代要流通的 我们看 释迦摩尼佛在这里 是指名弥勒菩萨的 各位弥勒菩萨 在佛门里面是什么身份 弥勒菩萨就是下一尊佛 释迦摩尼佛以后 我们再过亿万年 就是弥勒菩萨 会在这个世界成佛的 简单来说 就是释迦摩尼佛 交代这个未来佛 弥勒菩萨 要流通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 释迦摩尼佛 虽然在《无量寿经》前面讲了很多 但是最后 就只有交代流通佛号而已 而且还特别的说了 念佛是大利益 是无上的功德 一般人 看不起佛号 认为只会念佛 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功德 也不是很大 结果释迦摩尼佛 偏偏赞但念 南无阿弥陀佛 是大利益 是无上功德 连弥勒菩萨都不懂的 所以才特别指明 弥勒菩萨跟他说这个事情 当知此人 为得大利益 则是具足无上功德 当知 就是跟弥勒菩萨讲你要知道的意思 对着弥勒菩萨讲 其实也是对着我们众生讲了 那弥勒菩萨都不懂的话 那我们其他人就更不懂了 所以佛才特别交代清楚要流通 也因为这样可以知道说 真实的大利益 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看佛继续就说 事故弥勒 设有大火 充满三千大千世界 要当过此文事经法 欢喜信乐 受此读诵 如说就行 所以则和 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 若有众生闻此经者 于无上道 终不退转 事故应当专心信授 辞诵说行 既然念南无阿弥陀佛 是这么大的利益 是无上的功德 所以佛告诉弥勒菩萨说 如果有人宣说这个念佛法门 就算这个世界是发生大火 都要过去文法 为什么 因为很多菩萨没有听到念佛法门而退转 但是现在只要哪个众生听闻到念佛法门 就是不退转 就是决定得度 所以各位 我们这个念佛法门 你看看是多么的宝贝 很多菩萨都没有接触过的 但我们竟然接触到了 所以弥勒菩萨就算是发生大火的情况下 也要护持 也要听闻这个法门 那想到我们这里 我们现在是舒舒服服 还有冷气垂的环境之下 能听到的 那怎么能够不珍惜呢 我们比起很多的众生 很多菩萨福报就大得太多了 再来佛还说 释迦牟尼佛当时就说 他已经在那个时候 介绍了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够得度的法门 所以不要因为 现在他走了 入涅槃以后又再深怀疑 就怀疑说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到了现在 佛入涅槃几千年以后了 我们确实看到 有些人还是会怀疑 就认为说 亚难这么单单念佛 就可以蒙佛救度往生进土的 难有无逆十二的人念佛也可以得度 其实这些都是释迦牟尼佛当时讲过的 所以佛很清楚 我们众生会这样子的怀疑 所以才特别交代说 一定要信受 不要再怀疑了 那再继续 释迦牟尼佛又说 当来之事经到灭境 我以慈悲哀敏 特留此经 只住百岁 其有众生 只事经者 谁亦所愿 皆可得度 这一段文是净土经典最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佛就说 以后到了佛法灭掉的时代 那个时候 所有佛法三宝都没有了 佛意他的慈悲哀敏 让这部无量寿经 会继续生生世世流传下去 让所有的众生 听闻到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得度 各位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没有留下任眼睛 没有留下大悲咒 没有留下法花经 就只有慈悲哀敏 留下这部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第十八月的念佛法门 那个时候 所有的佛法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 经律论咒 都消失不见了 但是只有南无阿弥陀佛流传下来 所以如果说 当然念佛还不能得度的话 请问那个时候 众生怎么能够得度呢 如果念佛法门不殊胜的话 那怎么会释迦牟尼佛 只有加持留下来念佛法门 而不是其他的法门经典呢 这里就可以看得出 念佛法门 那净土经典 特别的地方了 最后佛就说 佛与弥勒 如来心事 难知难见 诸佛经道 难得难闻 菩萨圣法 诸波罗密 得闻亦难 欲善之事 闻法能行 此意为难 若闻是经 信乐受辞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事故我法 如是做 如是说 如是教 应当兴顺 如法修行 释迦牟尼佛又在特别 指明弥勒佛萨说 其实佛出现在这个世界 是非常难得的 各位看看 我们现在就是出生在 不是佛陀的时代 但是都不要紧 佛就说 就算没有见到他 能够听闻到佛法 也是很难得 佛法当中 能够听闻到大圣佛法 也是很难得 再如果说 能够遇到善知事指导 也是相当的难得 像以前的大德 都是遇到很好的师父 才能够成就的 没有的话就很难 所以善知事 算是很难得的 但释迦牟尼佛最后就说 现在如果说 能够遇到五量寿经 听闻到阿弥陀佛的本愿 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这是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就是能够信受念佛 是天底下最难得的事情 所以释迦牟尼佛特别的说 真的接触到南无阿弥陀佛 真的要信顺佛所讲的话 我们就要来念佛了 因为这是最难得 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五量寿经最后的部分 也是最适合作为结尾的 从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月 到看到释迦牟尼佛 最后的肯定跟交代流通 真的让我们看到很发喜 因为我们现在念佛 就真的走在所谓的康庄大道上 是走在佛给我们铺好的路上面 毕竟这是阿弥陀佛发愿成就的 也是释迦牟尼佛交代流通的 佛爱特别赞叹我们念佛 是为具足大利益是无上的功德 而且佛爱给我们肯定 能够这样子念佛的人 是最难能可贵的人 所以佛在比义本的《无量寿经》 也赞叹我们念佛人 是他的第一弟子 因为太难得可贵了 毕竟身在无浊二师的我们 只要念佛就决定能够得胜净土成佛 永远的理苦得乐 永远从这个六道轮回困难当中解脱 而且这么简单殊胜的法门 我们竟然还会信受 还会接受 这是天底下最难得的事情了 所以希望我们珍惜这样难得的缘分 对我们自己能够信受念佛 要无比的肯定 是啊 既然佛都给我们肯定了 我们怎么可以自我否定呢 有些人自卑啊 哎呀 我怎么会念佛了 我什么也不会 这个就是不懂 念佛是最难得的事情了 佛说最难得是念佛 结果我们还自卑 那怎么能够讲得过去呢 有些人是喜欢怀疑 有些人不相信 那也是他的事情了 他善根因缘不足 不听佛的话 是自然就不能够接受 佛讲不要怀疑 他就爱怀疑 佛说要接受 他就不要接受 都是因为善根不够 不听佛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 因为一些善根不够的人 乱讲话 反而怀疑我们自己 能够念佛的姻缘 要特别珍惜 要特别感恩的念佛 是不是 所以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系列 我就先讲到这里 也顺便恭喜我们大家了 在这个世间 最值得恭喜的事情 就是这个了 毕竟已经认识到 念佛法门的根源 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那师父慧经上人 有出过两本关于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书 第一本就是第十八愿讲话 第二本则是第十八愿的善导式 这两本都是大本书 是详细解释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的 还有静宗师父也有出版过 第十八愿浅誓 如果你觉得说大本书太多 你可以从第十八愿浅誓开始读起 这些书籍都是可以在我们网站提醒的 我们都可以安排免费寄送给大家 那静宗师父也有讲过第十八愿 题目就叫做第十八愿归终解 但是是比较细讲 总共五十多讲 那如果说要浅显一些的 就可以聆听这一次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前后总共才十五讲而已 所以关于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讲解系列 是很多的 毕竟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可以说是念佛最根本的依据 那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也到了2022年的年尾了 这个系列也学习晚了 我们下次再继续学习新的系列 那这段时间 道场也会开始安排 讲过去所讲过的 像阿弥陀经阿弥陀佛等等的 包括这次讲解无量寿经第十八愿 整理成文字稿准备出书 还有一些短篇的节路 以及故事等等的 也会编排成书 只是这些都是长编系列的 包括说要出书 都要花上一些时间 慢慢整理就是 如果到时正式出版了 也是为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也还是一样会免费寄送给大家 不管现在大家在哪里都可以收得到 所以大家还是持续关注网站的资讯就是 有任何需要了解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净土中到场 那这段时间其实行程上就特别的满 不只说每次这样线上红发活动 或者持续发布开始影片以外 而且我们每日晚上八点 还有线上的共修活动 每晚线上共修活动都已经快要连续举办了 一千天了 也已经开始进入第三年了 这三年可以说是风雨不改 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众 每天晚上八点一起共修 共修到大家都有点习惯了 每次只要我们慢一些发布 大众就开始讯息来催了 甚至一些大众联友 只要每天晚上八点 自然就打开我们净土中网络平台来参加 好像不打开就很不自在一样 还看到有些联友会请假 会来讯息说师傅今天晚上我有出门 所以今天晚上请假一次 所以就算是线上参加共修活动也好 大众联友也都很可爱也都很用心 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六七百人 同时上线参加了 从最早几十个人到现在几百个人 可以说真的不可思议 那希望有一天能够每天有上千人在参加 这事都要靠大家像身旁的亲朋好友推荐了 这么好的平台 这么简单容易使用的 而且还是免费的 那还不塌力推荐 那真的是对不起阿弥陀佛了 那除了说我们红法共修 其实我们一直在举办线上众操建法会 不管海内外的大众都能够一起报名参加 这样的线上法会除了说有念佛超度起伏以外 那这个过程也有法师们短短的为开示 所以我们这些日子的共修活动 可以说是特别的丰富 除了说这些线上活动 那陆陆续续也会开始处理各地净土中道场 开放共修的事项 有些分会因为两年的疫情没有开放 所以要前去整理 那有些分会需要装修也需要打点 那有些分会是新建的 也需要花一点心力 这都是感恩各地的法师们联友们 都在发行的护持 所以如果说当地的联友附近 有我们净土中的分会的 都可以前去参加共修 那如果说附近分会还没有开放的 或者还没有分会的 那暂时还是可以参加这种线上活动 那需要了解各地分会的资讯 都可以联系我们的旧事 所以这段时间行程上就特别的满 同时也是非常欣慰 能够看到各地大众陆陆续续 因为念佛得到大安心 这都是感恩阿弥陀佛 在明明当中加持护念才有的结果 那同时候也是看到很多大众还没有机会 甚至有些是很渴望得到法门的利益 只是因为人事因缘不具足 暂时无法传播到各地每一个角落 这段时间其实也有一些地区来讯息 邀请我过去接下道场红法的 但是都没有办法 因为人力资源始终有限 所以鼓励大家有能力有姻缘 就像上导大师所讲的 就是自信教人性 做阿弥陀佛的手脚 怎么做呢? 我以前常开玩笑的说就四个出 就是出席出钱出力出家 最基本的一定要出席 如果自己都没有出席共修活动 不管是献上的共修还是道场的共修也好 那又怎么能够得到利益呢? 当自己都得不到利益的时候 那怎么能够利益他人呢? 那如果说你去出席念佛了 有信仰了 那有能力的在家人 也可以出钱出力 帮助协助净土中教团的师父们传播法门 报阿弥陀佛的恩 进一步有发心的 能够在我们净土中出家是最好了 毕竟法门的红传 始终还是得靠所谓的僧众 这段时间其实也有一些大众来到我们净土中的教团 学习过后走上出家路的 所以刚才说除了道场活动以外 其实有一部分的时间也是用在培养新人身重的 不管是来自哪里的大众 只要有心学习我们净土中的教理 走上出家路的 基本上我都是来者不去的 都是非常的欢迎 都愿意安排好一切跟领导 就希望说以后各地都有净土中的僧众在红传法门 但是出家路其实也是一条漫长的路 不只说出家前要学习一段时间 连出家后一开始的几年也都还是在学习当中 毕竟出家众不像事前的工作 你学习几个月就可以上场了嘛 也不是说只是剃一个头发 换上不同的衣服而已 出家其实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是需要将这个法内化在心中 落实在生活点点滴滴的 所以走上出家路可以说是脱胎换苦 是生命的重新开始 尤其我们所红的净土中念佛法门 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所有大众得多的希望 所以净土中出家路会是一条漫长学习的路 也因为这样 所以出家要趁早 能够提早来学习是最好的 因为每次我都会听到说 师父等我退休以后再来跟你出家 每次听到这些我都会皱眉头 奇怪了 怎么退休以后才想要来出家呢 从世间都老了 退下来了 你结果这个时候才来佛门出家 怎么不成年轻的时候就出家呢 我们有看过哪位农夫是用老种子来种地的吗 都没有嘛 我们讲都是用年轻有活力的种子来种地的嘛 所以出家要趁早 用最有活力的青春投入在佛门是最好的 才能够开花结果 不然都用宝贵的年轻我们讲去赚钱 体力没了才来佛门 那就太可惜了 你这个事情你问我就知道了 我当初就觉得说 把清理时间的话再试着太浪费了 才一口气下定决心的去出家的 当时读的医学系 法律系我都不要了 还是投资在南无阿弥陀佛的最好 有些还说 等我父母走了以后才来出家 这个又颠倒了 我就讲过了 父母在世 能够看到孩子出家的庄严呢 你不要结果要等到看不见的人才来出家 那难道出家说有这么惨吗 这么见不得人吗 我们又是杀人犯法 干嘛要偷偷摸摸的 是能够理解有些父母是会反对 那其实没有学佛的父母会反对 是完全正常的 他们不反对才不正常 但是有些事情只能靠是证明 不是去靠说明的 只要我们认定说 净土中的出家路是对的 我们也有心 聆听师父的引导走下去 那剩下的就交给阿弥陀佛来加持了 所以有些父母一开始反对 但是最后还是支持的 毕竟这是圣法 所谓的义子出家九主升天 更何况净土中念佛法门 是直接升到极乐世界的 其实出家路说难不难 就看是有没有心而已 更何况世界没有任何事情是容易的 有些说出家很难 其实外面的世界不是更难吗 在外面的世界都是耳鱼我诈 斗争坚固 所讲所做的都是贪生辞慢 都是轮回造业 那难道不难吗 所以还是佛门的出家生活好 虽然出家路是辛苦是漫长的 但是价值却是永恒的 所谓的好久沉问底 不经一番寒测古烟的梅花扑鼻香 毕竟在净土中走上出家路 是能够让自己跟大众彻底解脱的 所以我们说人的眼光要放远一些 要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世界 不给一时 也不要看现在眼前的种种而已 但是千里之行死于主下 现在开始启程 未来就能够将净土中发扬光大 我们讲这个日子就不远了 尤其如果说在净土中教育深入 喜欢念佛 肯定是会喜欢我们净土中到场的 我当初也是因为这样子来出家的 出家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始终都是发起充满 因为这是信仰相应 太开心能够在道场专意念佛 专学专宏 净土中的教理了 所以现在是为有心的大家开了一个门 因缘都准备好了 就看大家的发心了 所以有意缘的人都可以随时联系 话就讲到这里了 但是不能出家的也不要紧 当一个在家人出钱出力 护持道场也很好 那不能出钱出力的 那至少出息念佛共修也很好 那如果说出家出钱出力出息都不行的话 那很大的可能会出事了 不过这是开玩笑的啦 这次稍微跟大家报告 这段时间教团的活动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就不一一细讲了 是很感念阿弥陀佛的护念 也感恩大家这段时间一直参与护持 才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大众信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大众能够在念佛得到安心 今生得度 那在等待新系列发布之前 也鼓励大家把过去所讲过的 所发布过的不断的在温习 所谓的温故之心 确实学习法义都是要不断熏习的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太多了 临时也找不到师父来请示 那最简单 最根本的方式 就是不断聆听讯息法义 我们过去所发布过的 数百支的开示影片 甚至所出版过的上百本书 其实是足够让大家不断的学习的 我也可以向大家保证 这个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 只要你不断的讯息法义 常常念这句佛号 有着佛力加持 就算找不到师父问 也自然能够获解疑惑的 基本上所有的问题 在过去的演讲中都回答了 那剩下的一些问题 如果真的学习很久 也找不到答案 那也欢迎大家 发到邮箱来询问 有时间把问题整理以后 会给大家一个参考的答案的 另外 如果大家在过去念佛当中 有遇到特别不可思议的感应事迹 或者自己身旁有遇到的 譬如说念佛怎么样得到现实的利益 还是身旁有念佛往生的例子 都欢迎大家给我们投稿 还是一样可以寄到我们道场的邮箱 大家的投稿 如果说我们有看到适合的 就会安排修润发布 过后音源成熟也会出版成书 包括我往后的讲课 都会引用讲给大家听 像大家每次听到我讲的念佛真实故事 其实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众 分享投稿的 所以欢迎大家踊跃的投稿 只要是有关心到念佛得到的利益的事迹 不管是现实的还是往生净土的 都可以投稿 这样真实的念佛故事 不止说能够利益我们现代的人 而且还会继续的流传千年 像我们现在看到古代念佛的故事一样 未来的众生也会同样看到 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念佛感应故事 但是要记得 这些记录的事迹 一定是要真实发生的 不能造假的 写的内容也要注明好几个细节 像这个人名 大概的日期 地点都要写清楚 这样大家读起来会更有说服力 近期发生的还是几十年前发生的 全部都可以 通通都可以记录来投稿 只要是真实发生的念佛故事就行了 有一句话说 事实胜于雄辩 有时候一个真实的念佛故事 往往比讲道理更加的有说服力 所以每次我讲的一些念佛故事 往往就有特别多人的关注 大家都爱听真实的念佛感应故事 所以是欢迎大家踊跃的投稿 不会写的就慢慢写 就算寄过来 我们发现说这个资料不齐全 过后也会跟大家联系 把资料给补全的 所以不用担心 就慢慢的写 真诚的写 勇敢的写来投稿就行了 写完了也把个人的联络方式 比如说像邮箱 还是联络号码都写下来 方便过后联系 这是鼓励大家把自己经历的 还是亲人经历的念佛事迹 投稿的部分 欢迎大家发过来 所以今天就先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 最后是祈愿 阿弥陀佛此父互念 以前的众生能够得到大安心 大安乐 大解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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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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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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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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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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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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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